唐诗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学生?您记忆特别深的一些事情是什么? 唐诗啊,唐诗他不太说话,他就是做事情。 当时上课没一大群学生,可是等毕业创作出来,我立刻注意他那张,是完成度最好的,然后构思也特别有意思。 很多同学很聪明,也很能话,但等到最后要交东西出来的时候,一个是想法会抓不住,还有一个就完成度不够,他很早就有完成度, 当时他八九年前了好像,是吧?他才二十几岁,正是应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但很多大学毕业的同学其实到不了,到不了,他不声不响就做到了,我非常高兴。 那他的作品,您能不能给他的画啊? 他的作品当时就是,他取了一个古典的图示,就类似像巴罗克时期,卡拉瓦乔这些,就圣徒对着当中一个东西,一个圣迹,在那惊讶在看,他转换成他的几个同学,在看当中一个汉堡,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一个构思, 但他的技法是,介于巴罗克和十九世纪写实油画之间,当然还是有点学生腔,但是我一看这个,他就能,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能够做出来。 我比较惊讶的是,他毕业以后,很多人那股劲儿就在毕业拿出一件好作品,此后就乱了,他没有,他立刻迅速的就成熟,他的图像能力非常强, 毕业以后很快就画出一个系列来,跟水,跟城市的景观,跟年轻人在这个景观当中的一些直观的和幻想的东西能够搁在一块儿,蛮新的,但同时又仍然是写实的, 这很难做到,很多人做不到,因为我们这几代人都是写实的,那到了他们这一代,写实是一个,要么就是学院的非常沉浮的那一套, 要不就是创作弄出来,还是老一套了,很难有新的想法,他好像一直有,他持续有,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他会很主动的有个阶段性的图示和构想,他画了那一阵水和城市和青年的这种,超现实的这种幻觉以后, 又立刻转向另一组图画,是根据照片,一些更难解读的,但更有意思的一些画面, 我记得你让我去看,就在金日美食馆的时候,好像一零年左右,又画了一大批,又画了一大批, 不如前面那一期就是那么清新,因为刚出道的年轻人,他有一股劲儿,很清新, 但是呢,又看得出来他不能满足,就是一直重复自己新来的想法, 所以他还想拓展,可以看得出来,那到了最近这几年,他又, 我记得好像两三年前,你给我看了新疆的系列, 又不一样了,他开始拖出他当时在北京的一个视野, 往外走,跟画新疆的人太多了,太多太多了, 这个从我上一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四五代人一直在画新疆, 可是他的新疆呢,就是,他抓住了新疆的一个旷野, 然后那种云天,仍然是超现实的, 但是仍然还是,就当代青年的一种对新疆, 对一个非都市文化的一个原野, 自己看到那个原野,同时又在想象那个原野, 这做得非常好,有几张那个云开始腾起来, 那个景象非常有意思,很难解读, 但是又很直观, 所以他很稳定, 我最欣赏的是他的稳定和稳定当中的那种变化, 蛮主动,但是他又不概念, 他画城市就是城市, 画当中那一组那个图像变化比较多的, 又是一种, 然后到新疆又是一种, 他一直在稳定中求变化, 我一看就知道是唐氏画的, 还在他那个思路, 但是图像一直在变, 很好, 我非常肯定他, 他也不敢时髦, 因为他那一代同学, 大部分去做当代艺术, 也有一些做出来的, 他放弃绘画, 或者他做别的材料, 他也可以去做的, 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他的那一部分, 因为他的手很好, 他一直能控制他的手, 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 不敢时髦, 但同时又不臣服, 很多年轻人经过学院信念以后, 还在画我们这代人画的东西, 我看了就不开心, 你跟我们是两三代人的区隔, 你应该有你今天的感受, 很多青年没有, 他一直有自己的感受, 这就是在现在我们中国战役他的艺术背景下, 就是我们展客的时候, 我现在这个艺术背景, 这个艺术上来讲, 唐诗这样一个年轻的画家, 您觉得他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他们这些天秦, 他们目前的这种实境, 有一些他们的一些意义没有, 你是说唐诗还是说他们, 就是你唐诗, 或者就是你唐诗吧, 他在这个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他的意义是什么, 多元啊, 多元, 因为这一二十年美术界最大的变化, 就一个是当代艺术起来了, 一个是无论当代也好, 相对传统的也好, 体制内的也好, 体制外的也好, 就越来越多元, 多元的意思不完全是指各种风格, 各种观念出现了, 而是指各种个人性出现, 你比方唐诗, 你说他的画他还是架上油画, 甚至他的手法, 技巧语言, 这还是传统的, 但是在这个团块里面, 这一元里面, 比较珍贵的还是个人性, 有了个人性才会有多元, 最难找到的个人性, 其实是在一个相对传统的领域里面, 你还是有自己的个人表达, 这个非常珍贵, 所以我相信唐诗是属于这一种, 如果要做得非常新, 非常抓取注意力, 他可以去做当代艺术, 问题是当代艺术那个多元, 他概念的东西挺多的, 他也有另一种雷同, 另一种雷同, 所以我比较期待当代青年要找到个人性, 那能成功找到的人不多的, 不多的, 唐诗在清美这个系统, 然后在写诗这个系统, 你相对跟其他院校, 中央美院, 中国美院比, 他可能不是那么被注目, 因为他不是要怎么说, 就是去标新立异的那一路, 他一直蛮诚实的, 蛮稳定的在走自己的路, 这个可以走得长, 可以走得长, 他毕业一转眼快十年了, 他一直很稳定, 许多人就消失了, 或者转到了, 他没有变过, 他一直在稳定当中, 找新的可能, 我希望他的话能够启示我, 因为我已经画不出画来了, 我一直在画, 但是我找不到像他那么, 一阶段一阶段的一种新的发现, 这当然也因为我, 我这岁数大了嘛, 这个年轻时候的激情感觉, 就不如了, 所以我很介意年轻人在做什么, 有时候他们会给我启示, 我每次看到他新的东西出来, 我就很惭愧, 我觉得我就画不出新的东西来, 不是谦虚, 这是真的事情, 我最近就画了点心量。